HELLO 大家好,我是紅火鳥 各位記得這台近戰嗎? 這台近戰就是之前出車禍的那一台 那為什麼拖了這麼久,這麼久才來弄這台車呢? 那是因為人有受傷,所以會拖比較久 那最後是雙方都有保保險 賠的金額非常多,對,其實他賠蠻多錢的 雙方都互賠了蠻多錢的 但是因為都有保保險,所以保險全額給付 兩邊都是保險全額給付 那至於價錢是多少呢?我就不透露了 我只能跟大家講,以後騎車開車要小心一點 假如你沒有保保險,又是你的錯的話 那真的會賠很多錢啦 好啦,那我們今天就來修復這台近戰吧 我們先來看一下哪些東西是要修復的 那順便今天要幫他換機油啦 好啦,那首先第一個呢是 這個方向燈那時候摔破了嘛 那我那時候是先用膠帶貼起來 那看起來蠻好的 因為有像過幾次魚的都沒有進水 但是還是會把它換掉 所以這個方向燈,右邊的方向燈就把它換掉 再來呢就是這一個煞車拉桿 它已經歪掉了,雖然可以用啦 可是因為它變形了,所以它的施力方向 會從原本的這樣直直的推 變得有點往上推 所以感覺煞車力道變小了 所以說這根拉桿我也會換掉 那它左邊的拉桿之前也斷掉了 之前有倒車然後斷掉了 所以左邊的拉桿我也會一起換掉 就左右一起換掉啦 好,那再來是它的靶手套 它的靶手套跟摔車沒關係啦 但是它靶手套也用很久 都磨損又黏黏的了 所以靶手套我也會換一組啦 那再來就是它的煞車感應開關 好像有點接觸不良了 那因為我也不確定是哪一邊接觸不良啦 總之開電門之後煞車燈是很亮的 所以我兩邊的煞車感應開關也都會全部換掉 好,再來這個後照鏡呢 這個後照鏡我應該也會換掉 但是這個後照鏡其實也還好啦 只是它有點糊掉再有點鬆動 那這個就再看看啦 因為畢竟目前還能用 所以也不一定會去換 好,再來是這一根排氣管喔 這根排氣管的防燙蓋 我會拿去換一下 那排氣管就不換了 排氣管我可能會把它拉出來一點啦 就是去工廠用個工具把它盔住 然後把排氣管往外拉 讓它比較翹一點 要不然它很內縮啊 內縮好像不太好 所以我還是把它拉出來一點吧 好,從這個角度就看得出來 它這一片不見了齁 然後那一片不知道被我丟到哪去了 那這個排氣管的防燙蓋呢 我就會去換一個啦 雖然有點貴 但是我應該還是會換 再來就是這個刮傷的部分呢 這個就先不弄了啦 這個以後再慢慢弄吧 我們先把一些比較重要的 像是煞車開關跟煞車拉桿 還有我們的方向燈先搞定之後 這個以後再說 那應該也不可能去買新的回來換啦 看是要重新烤漆呢 還是要買一組二手的都可以 好的,那我們現在就來換機油吧 那我們在換機油的時候呢 順便來跟大家聊一下 近戰要買的零件啦 原本我一開始是想要買二手的近戰零件 但是我發現 近戰這台車二手零件不好找 因為太熱門了 所以說我應該會直接買新的 好消息是近戰的新零件其實不會很貴 但是近戰的拆裝工資很貴 因為近戰這台車比較不好拆裝 可是這個不是壞事喔 那雖然不好拆裝 不過它的密合度很好 而且它的設計感很強啦 它的設計很好很強 所以說近戰換東西 通常工資都會高格 可能五十塊一百塊啦 那因為近戰比較難拆嘛 所以這邊就要幫車行講話一下啦 那我就全部買新零件來換吧 要不然那個二手零件真的很不好找 殺肉廠通常都是外銷 網路上的二手零件呢也不多 而且近戰這台車就算報廢了 還很多人拿去比賽 所以近戰這台車的 報廢車真的是非常的少啦 好那我們也換好機油了 我們現在就去網路上購買一下我們的零件吧 哈囉大家好 我龍火秋 今天來搞搞這台人氣很高的二代近戰啊 那之前很久很久很久之前 說它出車禍 然後要幫它維修 要換零件要裝行車記錄器嘛 然後就拖到了現在 沒有錯啦 這個一鋪十行就是這樣用的 總之呢 我還是準備好了一些我們的零件 拿來給各位看一下啦 好的 那這一次應該會拍得比較詳細 因為近戰這種車 應該很多人會想要來自己DIY 所以我會盡量的拍詳細一點啦 那我就準備這些零件 那也不是每一個都是車禍的時候壞掉的 但是就一次處理啦 那當然一些什麼煞車油啊 或者是輪胎打氣 還有調煞車這個也是會一起處理 好那首先呢就是這個防碳蓋 那原本這個防碳蓋的後面這個部分斷掉了 所以還是可以用啦 不過我在想 那個防碳蓋我之後可以拿來裝其他的車 所以就幫他買一個新的了 而且那個防碳蓋上面有寫字啦 一直裝那個有寫字的防碳蓋好像不太極力 所以我還是買了一個防碳蓋 全新的喔 那再來呢就是方向燈嘛 方向燈就破掉了 所以就買了一個方向燈 再來呢就是這個煞車感應開關 這個煞車感應開關呢 我也不確定是哪邊壞掉了 我也懶得拆下來比對 所以說我就乾脆左右都買 然後等一下再來測試一下是哪一個壞掉的 總之兩邊應該都會換成新的啦 再來呢就是這個是糯米長的把手套 不過是便宜的啦 然後買的是近戰的規格 再來呢這個就是下重本的 改裝可調的拉桿 讚吧 全黑色的因為我怕太高調阿伯會 不喜歡啦 那總之就是要幫他換上可調拉桿 我們的二代戰這麼原廠是不可以的 我們要來一點改裝 讓他變成最帥的阿伯 好那就開始吧 好啦各位可以看一下 你看這個燈我只是開店門而已 我沒有按煞車喔 他就已經發光了 OK那我們的近戰就先來幫他換電池吧 就是幫他把電池充電 然後電池感覺已經沒有什麼電了 那電池就在這裡 然後有螺絲鎖住 你就把螺絲轉開 就可以很輕鬆的把它拔起來 還蠻方便的 反正是YAMAHA塑膠殼感覺會比較厚一點 然後電池就拿出來 給他充電 OK那機會難的我就順便把煞車油換一換吧 那煞車油的影片我應該之前都拍過了啦 所以這邊就不多講了 好啦這個煞車油看起來狀況還不錯耶 就是正常的變謊而已啦 好啦還是把它換掉吧 難得都拆開了 OK那我們的煞車拉桿 把手套還有我們的煞車油就都換好啦 加上我們的煞車開關也是兩邊都換新了 好那我現在就來測試一下煞車開關有沒有正常作動吧 好啦我們來測試一下吧 首先是右煞車正常 左煞車正常 好太棒了那這樣子就修好囉 好啦那我們現在就來把這個方向燈換掉吧 其實就三個鎖點而已啊 直接全部轉開 好啦再來就從前面用力把它推出來就可以了 然後再來就這個接頭的卡榫把它拔掉 然後就可以整個拔出來囉 那就是我貼的這個膠帶先把它全部撕掉 你看這個都要破掉了齁 再來拿出我們的方向的 這個是原廠的 其實好像也不貴耶 兩百還是三百塊的 應該是三百塊來 欸它長得有點不一樣耶 欸沒想到這兩個長得還是有點不一樣 它的塑膠殼是塑膠殼的 它的塑膠殼有電鍍 這真的是原廠的嗎 有點發疑 上面有寫YAMAHA應該真的是原廠的吧 好啦不管啦把它裝上去吧 一樣就是用點力把它壓進去啦 再來呢三顆螺絲給它鎖回去 這樣方向燈就換好囉 好啦再來就把它裝回去吧 先把這個方向燈裝回去啦 我這個是改裝的所以長這樣啦 原廠的應該就是很單純的 綠色跟紅色而已 好測試一下 好這樣就沒有破掉是正常的了 好啦那這樣子就完成啦 前後煞車煞車燈也正常了 煞車拉桿也回來了 這個也換好新的把手套了 雖然我覺得這個把手套品質不優就是了 黏黏的感覺 然後後照鏡也裝回來了 不過這個後照鏡壞掉了 應該要早一天換衣服打 再說啦以後有錢的話吧 好啦那再來就是把這個排氣管板金一下齁 板金的方式就是呢 用力折就對了 如果板不出來那就算了 好啦算了 好啦再來就是防燙蓋把它換上去就可以啦 阿如果轉不動的話就 用家常連桿這樣子 轉它就會動了啦 那這個就蠻簡單的 就全部螺絲拆下來 全部螺絲裝上去 這樣就可以喔 OK我花了一點時間 把這個螺絲移植過去啦 哇真的是近戰 真的就是不可思議啊 難怪它會賣這麼好 那個設計真的特別特別用心 每一顆螺絲都有特別用心的設計啊 就連小到那麼小的防燙蓋 都不會讓它掉下來 好啦那這個東西呢 就一樣裝上去啊 好的我把防燙蓋裝上去 我花了超多時間了 真的是 真的是 處處是細節啊 這個近戰真的是 果然是 YAMAHA 國際大廠 台灣 單街 旗艦的 一台車啊 真的是 處處是細節 拆過近戰 真的你會愛上它 騎過近戰 拆過近戰 就是愛上它 省車就是有它的道理 果然是省車 太讚了這台近戰 好啦那總之我這樣就全部都換好啦 好的那我們全部的東西都修理好啦 你看這個破掉的方向燈 這個斷掉拉桿 這個也是破除了很嚴重的把手套 對 加上那個煞車燈也是可以正常做動啦 然後仿燙蓋也換了一個新的 不得不說近戰這台車真的是 處處是細節啊 當然至於換完這些東西的使用心得 那我們另外一天再講吧 對了先跟大家報告一件事情 就是我忘記把馬表線裝回去了 所以我還要再查一次 唉 好啦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麻煩留言按讚分享 想看更多機車相關機車相關的影片的話呢 那就歡迎訂閱我的頻道吧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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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